今天上午 台立法机构举行会议 讨论禁电式弊案问题 大批民进党民代在现场举牌抗议 对此 国民党民代陈雪生斥责 绿营民代不尊重会场秩序 据报道 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人数不占优势 绿营民代们见阻挠会议无望 便开始举牌抗议 最后进集体离场 国民党及民众党按照程序继续开会 成立禁电式申请设立及后续弊案争议的专项调查小组 并共同推举国民党民代吴宗献担任该调查小组召集人 调查小组运作时间从今年7月3号持续至12月31号 成立禁电式申设及后续弊案争议调查 我们掌声通过好不好 针对有关于禁电式的弊案 因为他直接牵涉到了党政的高手 深入了NCC 直接去干预了到底要不要核发电视新闻台执照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严肃的事情 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说 怎么样让这个调查小组能够有效的运作 那真正的厘清过去在禁电式弊案当中 这些重大的丑闻 以及应该要负责任相关的人员 根据调查项目小组提案说明 禁电式是过去十年来 台湾地区第一个成功声设新闻台的频道 声设期间传出有民进党高层介入 禁电式2022年1月拿到执照后 董事长等高层人士异动频繁 一个月内换了三个董事长 连董事会组成都大幅变化 甚至爆出禁周刊社长裴伟 在辞掉禁电式董事长一直后 仍领取每月150万新台币顾问费的争议 针对以上种种疑点 调查项目小组将邀请有关人员出席说明 非正当理由不得拒绝